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请求外来的人将克里斯监禁 委托书上记载了克里斯监禁的地方的地图 我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接受委托 做了一场偶然遇到克里斯的戏并救了他 我令克里斯知道父亲的死的假情报 说使他把我作为救济目标 那个就是这次的作战核心 于是作战安预其行动 最后 克里斯说出他15岁时失去魔力 吉伯 奥尔夫是否已经知道这件事呢 我对他特意提出这样的委托 觉得有违和感 但是为了解放克里斯 或许使用这样迂回曲折的手段也是必要的 他并非是一个坏女孩 是的 克里斯太纯真 他深信父亲被处死的假情报真的绝望 为什么会相信阿提拉的神话这种地步呢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办法知道了 不过也许是因为他那份纯真 他最后对着我说 希望你在其他世界继续生存的话语 这句话一定是克里斯的真心话 我那么想是因为不想否定 一直看着克里斯本身的人性吧 总之 在这件事上 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我一边呼吸新鲜的空气 一边伸展筋骨 这次的委托 直至途中是愉快的 不知是否因为 除了和克里斯碰面外 其余都是顺其自然的 但是 只是自然的和克里斯接触的部分 心情总没有放晴 算了 要是只有我能体验振奋心情就好了 根据我吃药做成的加死状态 克里斯应该误会将我拯救了 既然克里斯那样认为 绑着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而且父亲 不是也期望 再一次和他一起生活吗 虽然我难以想象 那样的未来是否来临 但是 我作为受托人 却是强烈的如此希望者 只是 我不能再遇到克里斯 如果 能再一次陪我 谈一会儿就好了 是这次 委托的自我反省吗 还是我自己的愿望呢 弥栏了一句 自己也苦于理解的话 我决定 消失在 夜晚的寂静中 所以他吃的那个药 是自己吃的 我一直想说 明明我在念的过程中 我在看的过程中 是他 是他把 他自己的杯子里面放药啊 怎么最后是 克里斯下药呢 原来是克里斯在装水的时候 已经下药了 他14岁吗 最后面算是开放的结局啊 父亲有可能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找到克里斯 然后再跟他一起生活 但是 所以克里斯是杀掉他姐姐跟妈妈 好恐怖哦 不过 因为他已经15岁 他自己知道 那个信仰已经告诉他说 15岁就不会有这个能力了 所以之后也不会对爸爸做什么 只是会觉得很遗憾说 原来爸爸没有死 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不知道这个BGM有没有完全 感觉很危险 感觉很危险 没有热 我们玩这一款 无异的 所以这次的黑衣人 是我们的委托人 圣委托人 我觉得还不错 你的魔力消失掉的一个时间点 让后面的剧情 后面的开放结局 才会变得更 可以让我们玩家想得更多 如果啊 他又会比较偏向 让我们玩家会偏向 好结局那个方向去想 就他最后 还是可以跟他爸爸好好地生活 但如果没有那个 极限的话 还有没有那个三次的限制的话 感觉之后会变成 他可以对他爸爸做什么事情 他爸爸也永远不可能 跟他一起生活 因为他爸爸知道 他女儿一定会杀掉他的 前面那个糟点 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一款 我们玩这三款的翻译里面 都有一些口语有点诡异啊 而且有一些用法 有些用法好像是 翻译组自己创造出来的 还有有一些用词 有点 有点身影 在读的上面 有些地方也不太连贯 可是他应该也是照着原本 因为这种小说是要 文字搭配图片 所以 他应该是照着那个 原文来翻译才对 不过前面真的蛮多的 也不算糟点 就是好像刻意让玩家吐槽 可是这种类型的游戏 剧情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应该不会放那么多吐槽点 所以这个前面的部分 我觉得有可能是 原作 没有调整好的部分 因为这种类型的游戏 没有必要塞那么多吐槽点 而且 有些字也有点多余 可是它这个是小说 就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这次把它变成RPG 我们玩那种剧情游戏的话 文字量这么多 就真的是蛮糟的 因为 因为小说转游戏 需要删很多字才可以 不过这原本就已经说 是电子小说类型的 那种ADV游戏了 就没关系 那些对话是蛮重要的 在小说里面 我们来试试一下 这三款游戏 那第一款游戏是 黑暗森林 黑暗森林 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反正就姐弟嘛 她的姐姐原则上 她姐姐就是因为发生事情 所以进到那个世界 黑暗森林那个世界 幻想出了一个弟弟 她弟弟是梦魔 她要抓姐姐走 可后来 坏结局就是 这个黑衣人 就我们三个游戏里面 都有黑衣人 我应该也是黑衣蓝 第三个游戏里面 她第一个坏结局 是把姐姐救出来 可救出来呢 姐姐又回到那个 现实的悲惨世界 所以是坏结局 那真结局是说 她不想要 黑衣人的帮助 跟弟弟 一起活在那个世界里 从此变成梦魔 这样子 她也变成梦魔了 第一个 黑暗森林的少女的故事 好 第二个故事呢 是那个 笛子的那一款 互笛的故事 刚才是一个男人 然后 在一个 算是河岸嘛 她 之前发生传难 是她的错 害她妻子死掉 后来 黑人来 说受委托 然后 莫名其妙 被一个 海妖给抓住 然后把她 咬得乱七八糟 然后她的 真正妻子 才来找她 后来一个反转 一个反转 原来她 才是真正死掉的人 妻子是活着的 最后 那个男人也放下 好 这第二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 是我们现在玩这个 反正就是个少女 她信了一个邪教 算邪教啦 因为邪教定义很明显嘛 只要 要你交钱 不是自己交钱 是要你交钱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对社会有负面的影响 这种比方说 违法的事情 你的教义是违法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 邪教的定义了 那这很明显嘛 就是杀人的部分 所以我说她邪教 那这个邪教就是 她说她自称是 什么 阿迪拉的信徒 然后 让她亲手杀掉的人呢 她的灵魂才可以得到 解放吧 灵魂会腐烂 所以她杀掉了 她的姐姐 还有她的 妈妈 因为没有杀掉爸爸 可是 爸爸怕 其实这个爸爸也很奇怪 爸爸是怕被她杀 所以把她坚定起来 然后委托我们这个黑衣人 去帮她 然后让黑衣人能 代替爸爸被杀 可是她爸爸 应该是有给黑衣人解药 所以 黑衣人没有死 就这样子 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 因为解药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对啊 如果她爸爸也是坏人呢 说这是解药 故意给她一个随便的东西 反正 反正她的女儿可以 把她最后一次弄掉 她自己想的最后一次弄掉 她的时间超过 最后也可以跟她女儿 生活在一起 也是一样的结果 所以黑衣人 其实她的 应还蛮大的啦 她怎么可以能把握这种 会影响到生命的委托呢 好 这就是我们玩的 三款事情 不过第二个物敌 其实 我觉得黑衣人蛮 带衰吧 莫名其妙她的灵魂 如果她的灵魂好好的呢 问男人的灵魂是好的 没有那个海妖去咬她的话 她一样可以见到她的 活着妻子啊 这不是比较好的方向吗 然后 那海妖莫名其妙 咬了那个男人 超诡异的 好 那我看一下 好的 谢谢大家 今天这三款游戏 我觉得都蛮不错的 虽然第二款有点 其实每一款都有点吐槽点 不过 整体来说是蛮好的故事 也不会觉得很老套 因为 从头到尾都没有猜到结局 我每一款都是到最后 才可以完全知道结局 还有那个 第三款是用吃药的时间 还有委托 委托的时间吧 放到最后才知道 虽然第三款呢 前面其实蛮妥喜的 不过也没关系 因为这是小说嘛 那欢迎各位新观众呢 可以加入我的DC 可以跟大家一起聊天 晚安 大家 下次喜欢时间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